公民党云林县的选情现在看起来是逐渐明朗了 这是云林县党部的主委许书博他表示 地方派系的整合大致已经完成 人选在今天会出现 那么根据熟悉内情人士表示呢 现在党院呢他们认为呢 这个环球技术学院的校长也就是许书祥 许书博的包修是符合清新学历家的提名形象 因此许书祥他的出现几率是非常大的 另外一方面同一时间看到总统府呢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也发布了 不分区立委李嘉静将会出任国安会的咨询委员 而他所空出来的位置就会由许书博来递补 那么呢知情人士表示希望呢 以此来塑造一个许家兄弟一起为党打拼的氛围 看起来为了瞧出这云林县的参选人非常的不容易 国民党主席吴博雄这两天可以是非常密集的 在约见云林的重量级人物 包括有张荣卫有张辉元还有呢曾蔡梅佐等人 那么许书博则是邀请了云林具有影响力的地方人士 一起北上跟吴博雄座谈 那么据了解吴博雄昨天傍晚呢 还见到总统府向马英九来报告 并且也提出了各个派系推荐的人选 最后是由马英九做了最后的定夺